Hello宝们我是杰斯 今天是第22期国货评测了 我们要评测的品牌是蓝色 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差不多都是几十块钱 然后底装可能是一百多的一个样子 包装真的都很用心 而且和像吃豆人 精灵宝可梦这些非常强大的IP 有一些合作和联动 这一点在国产品牌里面还蛮难得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蓝色这个品牌 到底值不值得你购买东西好不好用 今天我们使用的底装是蓝色柔光水亮素颜霜 和蓝色精致换白防晒粉柄 其实素颜霜在秋冬的季节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包装还挺好看的 好酷啊 哇好看这个包装 我们先来用一下蓝色的素颜霜 其实素颜霜不光光是懒人使用的一款产品 它有很多比较好的功能 很多素颜霜比较轻薄服贴 它在夏天可以防水防汗 不会因为出汗而脱妆 很多时候素颜霜它的成分是比较简单的 不会像很多底妆一样给你的皮肤带来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负担 现在我这边被脸上完了 很服贴 而且还是有点水水的湿湿的润润的感觉 刚上脸有点白 但是它融合到你的皮肤里面之后 还是挺自然的对吧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润色效果 遮瑕度基本上算是没有任何的瑕疵都在脸上 那这个素颜霜上面有写植物润氧柔光西美 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烟纤胺啊 牛黄酸钠工具物啊 透明脂酸钠这些比较好的成分 都是能够养肤的 所以这一点我认了 但是我们这个粉饼看了一眼成分 这里面没有任何能够美白皮肤的功能 所以这个换白怎么去理解它 哇 这个丝毫好好白啊 我买的是01号色金磁白 哦有点白 我现在把这个粉饼已经刷在了脸部中央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强的润色效果 它这个粉很滑很贴 还可以 我今天会持续观察这个素颜霜和这个粉饼的一个除妆效果 我们晚一点会再检查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它家其他的生品好吧 蓝色和吃豆人合作的一款腮红啊 包装是真的都很好看 而且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好 显色度是不错 不过好像不太好晕染 我少脸试试看啊 基本上也没有飞粉 压盘比较松的情况还不错 这个颜色好沉啊 所以我往这边多晕了一些 把它当做一款修容和腮红合并的产品 颜色也还行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好晕染 就是一上脸马上就抓住 然后晕不开 但是你下手稍微轻一点应该也没什么 吓吓死我了 我去接个电话 我说有它家好多眼影 有这种三色的和精力保好梦合作的 还有这种烘焙的这种干湿两用的眼影 好奇怪 大家的眼影都有这个问题 你觉得里面有亮片对不对 涂在眼睛上的时候那个亮片就不见了 就是没有亮相近的 就有点脏脏的 灰灰的那种感觉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点珠光亮片的感觉都没有 它那个亮片色就是一个摆设 越花越脏了真的好尴尬 我拿出来了我去年最爱用的Tom Ford 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这个亮片色还是比较透明的那种亮片 我来把它刷在眼睛中间 看到了没有 这个颜色刷在眼睛中间 不然这个妆太重了 你看你看 这个珠光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是一款防水的眼线饼 怎么不下水啊 你要很用力很用力的画 才能把这个眼线画出来颜色 看到了没有 就是画不出来颜色 噢 画不出来啊 无奈了 它这个睫毛膏是让你自己组装的 还挺特别的这一点 这个白色膏体还挺有效的 它不像玛丽大家那种白色的叙叙 涂上去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但是这个白色膏体 已经让你的睫毛有一种卷翘的感觉了 看到了没有 哇哦 哇哦 它的效果好明显 天呐 哎呀这个睫毛膏效果好是好 但是这个苍蝇腿太明显了吧 我稍微刷一刷 刷不开刷不开 这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像胶水一样 牢牢的定住了 怎么刷都刷不开 算了就这样嘛 然后我手里就是蓝色和吃豆人合作的 逗你玩 唇装套盒 一共有六支啊 看到了吗 我手里拿的是这几个颜色 我打算用这个稍微成一点的看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个灾难 我试一下 荧光橙色 而且全都卡在我的唇纹里了 这唇装好可怕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们觉不觉得我今天的妆很封城 我回来了 诶 怎么打不出来响指了 好吧 我放弃了啊 我在干什么 好蠢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1点左右了 确实我化妆已经过了五多小时了 我最终用的唇膏是这个02号色 你看到了没有 现在这个腮红还在我脸上有颜色 而且它还有一些渐变和饱满的效果 我的脸比较油 一般腮红在我的脸上都挺不过两到三个小时 但是这款腮红五个小时 还有这样一个 哦还带一个刷子 我才看到 这是我评测20多期国产以来 持妆度最好的一块腮红 然后是这款素颜霜和这个粉饼 看我现在脸上一个除妆效果 看到了没有 它除了稍有一点点的暗沉之外 整体还是状况很好的 没有浮粉啊卡纹啊出油的情况也比较适中 这两款产品都是那种比较细腻的 比较服贴的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润色效果 它会让你的脸变得真的超级的白 又很自然 然后就是B类的产品 就是你可以买 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的推荐 买了也不算特别的亏 就是这个唇膏和这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的持久度还是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有点苍蝇腿 如果你喜欢那种非常浓密 非常鲜长的效果 又不建议它这么一点点的苍蝇腿的妆效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唇膏 虽然这个唇膏我刚开始试的颜色有点猎奇 但是其实它有的颜色挺漂亮的 比较荧光的颜色就是涂不饱满 但是像这种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呢 其实还是能涂的匀的 看到了没有 显色度还可以的 我意味着不足的是它有点拔干 它让我的嘴很起皮 考虑到它的价格 考虑到这么可爱的包装 考虑到它这种小唇膏的模式 你可以花很少的钱 就买到很多的颜色 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要挑挑颜色 而且你要不介意它这种 稍微有一点点拔干的质地好不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天雷鬼滚 特别不好用的产品了 说来很奇怪 一般国产品牌的眼影都不错 今天是个例外 奇怪在哪呢 它涂在眼睛上特别的脏 它颜色大发也很奇怪 你不能单独用它 完成一个眼妆的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什么东西啊 黑黑的脏脏的铁锅下面 滑了一道 然后我眼睛是 一模一样的感觉 好奇怪 然后这个眼线比 持久度一般 你看 就是不流畅 不下水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力 才能涂出来 你那是眼睛 那是眼皮 这是今天评测蓝色的一个 蓝色的一个结果 评测 大部分东西都还是不错的 除了这几款产品 今天的产品品子就是这样 希望有帮助到 你认识到蓝色这个品牌 希望有帮助到你去挑选 自己喜欢的产品好不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欢迎来告诉我